有一部作品她被很多人喜欢 但却纷纷表示不会再看第二遍 她讲述了少年和少女青春时期的情感故事 她的名字叫做 四月是你的谎言 有马公升的妈妈 想把公升培养成能在各地巡演的钢琴师 代替她完成自己的梦想 为了让妈妈高兴 公升很努力 可在欧洲音乐赛时 妈妈却死了 公升突然会在演奏时 听不见自己演奏的钢琴剧 她认为这是妈妈对她的报复 所以她便不再弹钢琴 她却依旧每天看琴谱 因为出了钢琴 她已经一无所有了 曾经的钢琴天才从此跌入神坛 长大后的一天 公升的青梅足马泽布春 收大的好朋友小提琴兽公元勋 喜欢她俩共同的青梅足马 杜良太 因为三人出去会很尴尬 所以小村便想约公升和小杜 一举几件小勋 约定了那一天 公升被一段琴声所吸引 那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少女在催心 一举结束后 不知为何 女孩眼角却流出了雷花 可一转业就立马恢复活力 和孩子一起玩情 公升很久没有见到这一幕 关于音乐的五花拐场面 于是便打算用手机记得下来 但一阵妖风却突然出现 少女的裙摆被冲写冲催气 而正好公升拿着手机拍摄 少女误以为公升是一个头牌狂 也对她打打出手 也在这时 小村小杜也来到了公园 原来少女就是小村口中的公园薰 也诚实小薰的出现 让公升灰暗的世界 瞬间有了色彩 正好小薰马上有个小提琴比赛 公升也久违地激怒了音乐比赛馆 在观众席上 他依旧被周围的人 记得这是曾经的钢琴天才 还在第四位小薰上场弹奏时 他最想把自己的心情 串递给听众 完全没有按照曲谱 虽然身份的震撼难心 但是 评审宏杰老师就很生气 因为小薰无视 钢琴伴奏 完全不按曲谱高低音来弹奏 这就像是对作学家的挑衅 小薰的演奏震撼难心 所有观众听完都激动了战力鼓掌 公升也惊弹这样的他 好美 因为小薰打破了演奏规则 最后被评审们淘汰 但是 因观众推荐 他还是入围的第一轮比赛 小薰演奏的旋律 一直徘徊在公升心地 很想再见他时 小薰却恰好出现在眼前 他说自己本来是在等小度的 可没有等到就和公升一起放学吧 两人还在路上去甜米店吃甜点 一旁有两个小孩在弹奏钢琴 小薰走过去说 那边有个小哥哥弹钢琴很厉害哦 无奈的公升被迫弹下钢琴 一开始还没有问题 他在曲调进入正轨的时候 公升的毛病犯呢 也是在这个时候 小薰才知道他听不到琴声的事情 公升把认为是母亲的惩罚 告诉了小薰 但同时音乐人的他 却鼓励公升 毕竟 只有演绎音乐 才是真正的火车 看待小薰因为内心充满爱 而闪闪发光 住属在独一无二的存在送到他 公升心生憧憬 就在公升沉迷的时候 小薰突然宣布 让公升作为他下一轮比赛的钢琴伴奏选手 公升是绝对取决的 为此小薰和小春都用尽的办法 一直到了比赛的这一天 小薰在斗定找到公升 公升说自己因为妈妈的死 变得过失一人而逃避了唐钢琴 是因为让他失去了身边的人 小薰诚恳地求他 陪他一起为光众而演奏 面对哭泣的小薰 公升勇敢地答应了 他只感觉自从小薰的出现 当他黑白的世界 总算开始出现彩色了 妈妈又无限不误住了公升 可这小薰却让他看见了音乐的自由 演奏刚开始时 公升还能弹奏 可中途反复看见了妈妈的失忆 而感觉自己支撑于黑暗的深海之中 他的演奏全完了 最终他停下了演奏 而没有钢琴伴奏的小提琴节目 还是能继续的 但没想到小薰也停了下来 这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比赛 然后他用眼神传递性能 因为时间还没有结束 即便他慢慢避讳淘汰 但却还是可以继续弹奏 公升努力地想要只为了他 却克服 最终他回忆起妈妈问楼的时候 然后又印象完美的弹奏了其爱 这一次合奏就像两个演奏者在较量一样 但最后却不得了满堂二彩 然而表演完的小薰就捆倒了 是后他说 这是贫选 而公升因为回来他的比赛 而心生愧疚 甚至打算再次放弃钢琴 可是小薰问他能忘怀吗 一起完成演奏的那一刻 钢琴成为了公升的全部 演奏者的所有努力 也是为了这一刻的荣耀 小薰看了小薰和公升的合奏之后 就莫名变得闷闷不乐 就连之前憧憬的其中学长跟他表白 他也没有办法开心 在小薰出院后 他让公升去参加钢琴比赛 可公升当初只是为了 想要让重病的妈妈恢复健康 才弹奏的 小薰说每个人弹奏都有个字的理由 但是现在才44岁 是给抛下首富进行弹奏的年龄 说完 他就从试探桥上跳了进去 看着这样闪耀的他 公升即便是闭上眼睛 内心 还是指不出对他的憧憬 受其干难 也跳路了小时候 从不敢跳下的 试探桥 娘娘因为衣服吃豆 而回到了公升家 看着那尘封已久的钢琴 小薰在红妙手里形象了 推翻到琴上的杂物 温柔地擦拭上面的灰尘 最后 公升同意的参赛 在小薰的监督下 开始听不到声音 但是凭印象 弹奏的联系之律 而小薰则觉得 自己被排除在了公升 和小薰之外了 他内心很难受 和鸡腾在一起后 也三聚不理公升 从小到大 都是陪着公升的小薰 突然发现 现在是小薰 站在公升身旁了 怀着这份心情 小薰在自己的棒球比赛上 受伤了 细心的公升 背着他回家 小时候 都是小薰背着公升 这一路 那小薰觉得 自己还是在公升身旁 并且 那个需要自己保护的小弟弟 也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谁说练习的 那公升 依旧迷茫 不自信 小薰拿养过一只黑猫 有一次 黑猫抓伤了他的手 被妈妈丢掉 那实际 他就活在了妈妈的阴影下 小薰鼓励公升 只编自己的人生 不要成为妈妈的副手品 用最诚挚的感情 演奏自己的人生就好 在比赛前期 公升见到 穿井会见 和乡坐五十二人 他们都是小时候 不断想要超越 公升的钢前兽 而两人都是晚年老二 老三 在这公升的叹赛 让俄人乐学沸腾 五十为了和公升比赛 拒绝 去海外发展的大好机会 因为 他曾经就扬言 要真正地 打败公升 比赛开始前 不是感觉自己很紧张 但是当他上台后 稍微触碰到 他属于自己梦想的钢筋 他立马变得冷静起来 本来很害怕的公升 才明白小薰说过的话 每个人都会害怕和紧张 但是为了自己和观众 必须咬牙演奏 不是不断地练习 他很想知道 自己超越了公升吗 还是公升 才是成为他遥不可及的目标 而会竟然是因为 小时候看过公升的 第一次演奏 也是为了他 仿佛看见了整片的 像个桂花天 甚至感动了他 当时哭了出来 也因此 他放弃了未来的其他可能 踏上了钢琴之路 后来 公升被培养成弹奏机器人 会竟然为了打破 他这种弹奏方式 才继续弹奏钢琴 一上台的他 就没得不可放物 他的演奏也震撼了心 因为他传递了自己的感情 想要打败公升的强烈感情 他想让最初的 那个自由公升回来 会竟然进行的传递者 他的愤怒和寂寞 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事后 会竟然认为 他这次已经把所有感情 都有琴声传递了 所以他没再和公升说什么 沃深看着这两人 精彩无比的演奏 他的心脏跳动得十分强烈 第一次发现 音乐是如此的色彩斑斓 气能 心鼻 音乐是如此的学沸腾 所以台下的小群相信 公升一定会向前进的 可一上台的公升 就出现了压迫感 妈妈留下的阴影回之不去 小时候为了让重病的妈妈 清神起来 她不断地参赛拿第一名 妈妈也只允许 她像个机器人一样 按照琴步弹奏 然而有一次 因为妈妈去看比赛 公升太高兴了 于是为了传递自己的感情 没有按照琴步弹 虽然满谈喝彩 可妈妈却生气地打了她 那一次 公升第一次回应妈妈 你这种人 还是给我去死的好 不久后 妈妈真的去死了 于是 她再也听不见钢琴声了 认为这次妈妈 给自己的惩罚 过来 演奏时 公升再听不到声音了 她的演奏 变得一塌糊涂 台下的五十不敢置信 自己追逐的目标 演奏已经变成了早音 就在公升想要放弃演奏时 她抬头看着聚光灯 想起了小薰说的 星光在头顶闪耀 虽然失去比赛资格 但是她没有放弃 因为如果是小薰的话 大象也应该不会放弃吧 而且在这一刻 她才知道 自己是为了小薰要弹奏的 她的音色和风格瞬间变了 小薰说过的话 一句一句 如星光般散落 公升的音符 一像星星般闪耀起来 她的音乐 传递着对小薰的神情 和无数美好的瞬间 仿佛在樱花树下演奏了一般 听到她的心声 小薰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听众们听完 也澄清了许久 周林星的鼓掌 正是一场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的演奏 但是公升并不在意 曾经她是为了母亲而弹奏 如今她的音乐 是为了小薰而弹 没有主角光环 公升还是落选的 但是她竟找到弹奏的理由 会继续前行 之后小薰收到了工业的邀请函 于是她高兴地宣布 要和公升一起参加这个工业 公升的妈妈和朋友 来胡红字 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钢琴家 这次她看到了公升的演奏 并且决定知道她弹钢琴 她自己也表示 没有想到公升 还要付出的这一天 在公升和小薰回家的路上 他们看见了一片萤火虫 她认真的感叹 这就是生命之光吧 在一片清光下 公升认真的说 自己弹奏是因为有小薰在 她会因此而踏上旅途 难而公升不知道的是 公元勋 并不能一直陪伴着她 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谎言 一场将会长达四个月的谎言 小薰是有目的的接近公升 四月是你的谎言 首先在作画上 她一点都不输给描述 长达半年的连载时间 能体验的什么叫做 真正的催泪蛋 但是 这毕竟是一部校园成长 青春番 所以一定得有情感共鸣的人 才能理解这里面的剧情发展 也才能从前面 慢节奏的剧情 坚持看完 我承认这部作品在音乐领域上 可能有些不足 对比较像《青春梦》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话语圈 很多人甚至抓着四月里面 看似不尊重古典乐的一些桥段 进行不断的抹黑 但很可惜 当你从任何一个播放机 打开这部作品 你将会看到清一色的弹幕 此生 无悔 录四月 来世 还做 有人A 不管你怎么抹黑这部作品 你无法改变 它对很多人的 情感共鸣 它不是如你所想的 那么简单 既不是音乐作品 更不是一部成郎作品 也谈不上真正的爱情作品 虽然三个领域都有书籍 但是 你会发现不回事的成长 爱情方面的描述 都和其他作品完全不同 因为 在男女主的感情发展上 它们并不是情侣 也没有直言坦白自己的感情 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蛟龙 而成郎的描述 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 因为它从一开播后 就有很明显的迹象 是走向悲剧 而能看出这一点的 就是男女主 都没有任何的主角光环 所以很难将这部作品 给观众导向青春成长 我会在最快时间 更新四月的后续 还希望 您能够喜欢这个作品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